一直在尋覓 完美 The one 終於致上碎 好像不到100塊 專業的加拿大人認證的 這個地方就很容易 她的好朋友是誰 我不確定我能承受嗎 全品項 開箱 哈囉 我是珊珊 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 我在iHerb買了什麼東西 首先呢 我會答應這個合作呢 是因為 我先生 因為iHerb是美國 數一數二大的電商平台嘛 她以前在加拿大的時候 就用過很多次 她有很多很習慣的商品 她買不到 所以iHerb找我的時候 我就馬上說好 這算是我的初體驗 所以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新手使用的感受 好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我總共買了10樣商品 先來分享她 一心想要的東西們 其中有三樣是她要求的 第一個 大家想到加拿大 就會想到 風塘漿 一定要截圖 專業加拿大的人認證的 風塘漿 很重耶 她差不多有 快要1公升 只要去到一個餐廳 有賣鬆餅 她一定會點鬆餅 然後她一定要加風塘漿 她就會很嚴格的看待風塘漿 我跟你講 她對待風塘漿的態度 就有點像是我們 對待珍珠奶茶的態度 就如果我們去國外 點奶茶的時候 那喝起來比較像早餐店奶茶 你就知道那家店的程度在哪裡 然後吃到那種珍珠是 有點像塑膠的珍珠 你就會馬上知道 她還有分不同等級 跟不同的顏色 堅持一定要這個 顏色 大家如果也喜歡楓塘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她說她從小 家裡冰箱一定會被一桶這個 對她來說就是生命不可或缺 楓塘結束之後 她的好朋友是誰 鬆餅粉 這個iHerb上面很方便 它有一區 一個欄目 鬆餅 各種有機的啊 有沒有膚質的啊 她對這個粉也是很嚴格 她本來還想說她要自己調粉 不要現成已經mix好了 不過她說你說不定找的藥的成分 她就說 因為鬆餅粉 很多品牌可能會加比較多 素素地掛粉 讓它比較蓬鬆一點的那種成分 所以她希望這個粉是幾乎沒有加 或是那個成分低很多的 她才要 對成分很嚴格的人 然後她就找到了這一款 打算這個週末要來做看看 這兩個是她很期待的商品 然後還有一個 超級愛花生醬 她對花生醬也很嚴格 我們每次去超市 她都是在花生醬那邊研究很久 她還是沒有找到她最理想 每次看我們的櫃子 連花生醬品牌都不一樣 因為她就是一直在尋覓 有沒有最靠近她完美 花生醬的 the one 終於 我們在iHerb找到了 她希望成分就只有花生 因為很多花生醬 我也讓她很濕滑 就會放比較多棕櫚油 這一款是 我們看她成分上面就是 完全就只有寫花生醬 她又加一點鹽 看到嗎 第一行 其實我在前天就收到這個包裹 但我今天 應該已經過了三天了吧 我才拍 她昨天就偷偷 給我把這個打開 她說她已經忍不住了 經過她昨天吃過 她非常非常開心 昨天宵夜的時候就是兩片吐司 配這個 很滿意的跑來我前面跟我炫耀 好我先生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可以換到我了 我的部分就沒有focus在吃的 因為這個網站它也有很多其他品像 居家用品 母嬰產品 尤其很多韓國美妝 保健食品其實算是最大宗 也是他們最紅的一個品像 所以呢 當然也是有挑了一些保健品 第一個是 這包裝有點man 這款是有新跟美這兩個元素 我會挑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美這個元素對女生來說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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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就我以前有上過關於女性生理週期的課 上了三堂 總共大概十個小時 介紹一些女性的陰性特質的身體運作 其實是follow你的 綠泡期、排卵期、黃替期跟月經期 這四個階段 你的身體要補充的營養素有不同的東西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美 美可以幹嘛呢 它就是可以抗焦慮 如果比較容易焦慮的人 還有喝咖啡的人 非常需要美這個元素的 它除了美之外 還有加鑫 鑫的話也是可以幫助你修復身體 然後兩年美容的一個元素 選鑫跟美加在一起 是因為我看了一個營養師介紹 就是介紹這一個品牌 然後他就說 這個看起來很像男生的包裝 其實女生也很適合吃 男朋友或先生的話 你很適合兩個人一起吃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可以跟我先生一起分享 接下來呢 是一個小的漱口筍 然後iHerb網站 整理所有品項的前十名 這個品牌就是在Top1 我想說 嗯那我來試試看 但它第一名應該是 是比較溫和的那一款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喜歡超涼 所以我就選了他們 就同一個品牌 但是不同強度的漱口筍 它還有超大罐的 但我想說 我不確定我能承受嗎 或者是我會喜歡你的味道嗎 我就先買小罐的試試看 哦 就是薄荷味 涼涼的薄荷味 好我覺得我應該會喜歡 下一個這個呢 我覺得最近好像很流行 蘇果清潔劑 就像是花椰菜這種 很密密麻麻的葉子的部分 很容易殘留農藥 然後花椰菜又是我 應該是前兩名最喜歡的蔬菜 我想說 我來買來試看看 我本來看到它的時候會覺得 是不是智商碎 排行榜上前幾名 我就想我要買來試看看 接下來就是美妝產品的 蝸牛精華液 它是一個韓國的保養品牌 我看它也是超級紅 然後我有看那個 Dr.Grace有介紹一整集 這個品牌的保養品 它就是很推 甚至還說 可以是評價的SK-II 我來用看看 哦 蠻清零的 我對於整個保養流程 就是化妝水精華液 乳液這三個 來說我覺得最 我最在意的就是精華液 然後因為我的膚質是 中偏乾 所以我幾乎都是保濕為止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蝸牛的感覺 哦 它還蠻好的 啊啊啊 它已經留下來 它就是比較稠一點 不會到黏膩 它蠻清爽 但是還是有那個 潤潤的質地 然後沒有什麼香精味 這感覺真的保濕很猛 有延展性很好 之後如果好用的話 再來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是一個 防曬 棒 我在台灣找不到這一種防曬 我很喜歡那兩個韓國YouTuber 他們都有用這種防曬棒 好特別 我就很想要試看看 很容易想要嘗試新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iHerb上面看到 這個品牌也是一個很大的護膚品牌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來挑防曬試看看 轉 高體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一款是 SPF50 還含有維他命E 它小小的 放在包包裡面 給我外出的時候 蠻好不防曬的 也沒什麼怪味 再來呢就是 Wed&Wild的化妝品 我會選這個品牌 是因為我之前在倫敦的時候 在開架買得到的品牌 我還蠻喜歡他們的腮紅 到現在 我來給大家看 它已經就是爛到一個不行 然後自己這樣裂開 這樣 只是我都沒有用他們的刷子 所以我就一直放在這裡 可能已經過期了 但是我就是很喜歡 所以我還是一直用 欸 過期了 2018年10月 然後保存期限是5年 所以 8、9、4、7、4 喔 去年過期 我就看到他們 這兩個商品在打折 我就調了 一個是唇筆 我是以一個藏鮮的心態在買 好像不到100塊吧 我第一個感覺是它 很好上色 它是可以這樣轉出來 然後再轉回去的 還好不是那種轉不回去的 最後一個 它是一個透明的眉膠 小小的 我會想要買眉膠就是因為 不知道大家能看得到嗎 就是我的眉毛其實天生比較偏野生眉 眉毛就這樣很容易這樣炸開 可是有時候呢 我沒有想要它就是這麼狂妄 所以就會想要它是比較平美一點的 溫柔小姐姐的路線那一種 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眉膠把它稍微浮平一點 不要這麼髒狂 然後因為我的眉毛中間這一段也是比較容易 下面的眉毛跟上面長的這個眉毛 會重疊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很容易很黑 就我的美容師就說我要把它就是梳開 這邊還要大包 我後來發現我如果用眉膠把它就是稍微固定一下的話 就不會這麼有男子氣概 可以溫柔一點點這樣 就想說可以用看看這一 OK 這就是我在iHerb買的10樣商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哪個品項有興趣 或者是你有推薦我就是在iHerb上也可以買的其他東西 歡迎告訴我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在iHerb上買東西 我自己的感覺是 就跟平常在網路上下單買東西一樣 簡單沒毛病 他們的分類其實做得很好 你在食物上有任何禁忌的話 它都會幫你分類好 像是素食者還是你是全素者 不能吃膚質的不能奶類的 然後或者是想要找特定的品牌 想要解決你的睡眠問題的部分 它都會幫你分類好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評論 很多都是上萬折其跳的 可以去看看別人的使用心的各種排行榜 看看別人都在買什麼 只要台幣1250塊就免運 其實蠻容易就達到 新會員跟舊會員都有不同的折扣 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個境外的電商平台 所以它在下單的時候會預收一個關稅 但是你在下單沒多久它會再退給你 不用太擔心有關稅上的問題 然後台灣有6個coder 單比消費只要2000以下的話 有6次免關稅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好好購買 OK 這是我第一次排全品項目 開箱 希望大家還看得很滿足 我們下次再介紹回來 我們下次再介紹回來